受疫情影响原本2月份颁奖的第93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 推迟到4月份相应的各项提名也姗姗来迟 最引人瞩目的要属大卫分歧导演的全新黑白传记片曼克 这部讲述史上最伟大电影公民凯恩诞生之艰辛的影片 一举拿下了包括最佳影片奖 最佳导演奖 最佳男主角奖 等10项大奖提名 领跑今年的奥斯卡奖 而华裔导演赵婷拍摄的《无疑之地》和韩裔导演郑里硕的《梦想之地》的表现也颇为亮眼 已获得6项提名 景跟曼克 并双双入围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奖 除了上述影片外 获得最佳影片奖的影片还有 父亲 耶稣是我同伙 花样女子 晋级的鼓手 芝加哥七人案 金氏审判 此外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最佳国际电影有一部来自香港的影片入围 她是由周冬宇 易洋千玺主演 曾在香港金像奖大获全胜的影片《少年的你》 该片通过校园霸凌折射出社会存在的问题 包括法律的缺失 教育的缺损 家庭的缺位 以及人性中恶的放大 上好学校 小编中最聪明的人 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将在4月25号最终揭晓 到底花落谁家 让我们拭目以待 新唐人记者周琪综合报道 最佳国际社企的节目 相当依靠的是赤阳 oppon社企电影 路由公探请